即将要迎接农历七月吉祥真一届月 台中清水地区的慈激志工是深入社区里头 和民众分享吃素皆善远 慈激志工走进社区教民众做手工造 享受DIY乐趣又能够爱护环境 此外志工们也趁机推广不少纸钱的观念 传统习俗不断污染空气 其实可以用创意的方式来翻转 珍惜大地资源有许多种方式 不伤害动物学习吃素也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吸收到的空气也是很清晰的 可是现在天气变得很怪异 这个是真的我们要有一个警惕的心 慈激志工鼓励民众多吃素 能够净化内心 这座手工造以及不要随意焚烧纸钱 则是爱护外在环境的表现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秀女王茂荣 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